各位各位国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谷的栏目 今天的手套谷专题呢 我们来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今天套谷拉伍再遭投行看衰 那套谷拉伍这次会跌得很惨吗 今天马骨出现暴跌 但是手套谷呢 却出现了逆时的向上 是否意味着手套谷可以开始抄底买入了呢 如果说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第一次来听我们内容的朋友 建议先订阅点赞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所有手套谷专题的精彩内容呢 都会推送给你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谷友 现在也很迷茫 不妨让他来听一下我们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套谷拉伍遭到看衰 当手套谷遭到看衰之后 通常股价都起 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本地投行看衰手套谷之后 结果第二天马上就起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投行到底是要跑路 还是要把手套打下来趁低吸货呢 你觉得是哪一种目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 这个是某银行的投资报告 他写了还没有出现更好的情况 然后净现金流比较差 然后以及没有突破长期的趋势 关于这个没有突破长期趋势这个事情呢 本人不太认同 因为通过图表来讲 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下降趋势了 对吧 长期下降趋势已经突破了 右边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就是手套股 买家的这个净现金的情况 实际上比了四大天网啊 手这个TOPLOW是最低的 而且低到 不是就是低到 跟CIFERMAC比的话 就是差十倍以上 第二个图呢 就是手套股的玩家 他们的 就是 在市场的比例 然后CIFERMAC实际上占九十多 然后你看这边实际上 TOPLOW只有三 这个是非常差的 那这种情况遭看衰的话 也很正常是吧 上次我们还实际上 有 让大家来拿关于CIFERMAC 为什么上次能够跑十七倍的这个秘密 对吧 实际上 这个图呢 也就大多数能告诉你这个情况了 但是CIFERMAC目前有家族的分子 我有这个董事会的纷争 对吧 但是今天他起的是最多的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析一下个股 还不是我们的Subscriber的 先点赞订阅频道 打开新铃铛 我们马上开始分享我们的内容 今天马股实际上跌得很惨是吧 我们就不用说了 是低开低走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跟昨天美股啊 欧洲啊 基本都是遥相呼应的 但是 手套就是这么神奇 它就会在 大家都不好的时候 它就开始表演了 对吧 这个时候表演呢 往往更加的引人注目 是不是 我们先来分析这个整个板块的走势 整个板块走势 今天的下跌呢 是有所减缓的 有人说不是今天手套股起了吗 对 实际上这个板块指数呢 它不光是由手套股构成的 有疫苗 有医疗 还有医药 以及这个手套股 今天没有整个板块是受医药影响比较大的 比如像那个7081是吧 实际上是有跌的 还有7148对吧 这两个对于今天整个HellScare板块指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我们在看手套的时候 今天是起的啊 是起的 然后我们看到 目前整个板块指数这边呢 就下跌没有再创新低了 我们可以认为它阶段性的下跌已经衰竭了 因为从这个蜡烛长度上来讲 发现是一个比一个短的 对吧 到今天已经走出了一个十字 然后我们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来看呢 就是这个MAC的这个红柱是吧 没有再加长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实际上最低价也在创新低 是吧 受办价也创新低了 但是说它已经是个十字了 十字之后就是一个转反点 意味着它是不是要开始转上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周线的情况 周线呢 实际上离着这个中轨线还有一定的距离 有人说一定要低到中轨吗 这个倒不是这样说 低到中轨 然后再起的话 你会容易把捕捉到这个点是吧 有没有可能不到中轨就起啊 不到中轨起呢 说明市场是非常强的 到了中轨的话属于正常的是吧 按照技术分析在走的 我们看一看60分钟 60分钟图实际上在最后发现它已经有了积极的信号 对吧 已经出现金叉了 虽然这个MSE金叉目前还在零周以下 但是从 轻注的表现啊 从这个DNF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变长的 也代表这个V是有积极的资金介入啊 这是非常好的 这个A浪的下跌也该结束了 2 4 6 8就10天了是吧 也到了一个短周期的一个时间界限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top love 实际上它股价走势还可以 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是吧 我们坚决要杜绝触碰这两类公司 哪两类公司呢 一种是现金储存比例比较低的 也就是没什么现钱 遇到一个危机需要变卖资产 比如说昨天晚上 爆雷这个共和银行啊 第一共和银行 包括美国的第一信托 现在他都遇到这个问题 储户在几题这个存款的时候 因为没有现钱 所以他需要变卖资产 这个时候呢 你的资产变卖自然是要低于市场 或者说低价去卖的 那你就必然是亏损的 这是叫净现金流 比较低的 实际上top love 这个净现金流是非常低的 几个巴仙 大多数都属于资产 这也是刚才投行 看好他的原因 在目前的市场当中确实 他虽然说在规模呀 在这个实力上 比其他三大天王都厉害 但是就刚才投行的这个研究 包括我本人认为 对吧 现金为王 现在你变卖资产又不是那么容易 又不是在望市 在牛市是吧 变卖资产比较容易 现在变卖资产本来就比较难 想卖出去 现在就得大幅折价 对吧 这个亏损很多 实际上像硅谷银行啊 包括昨天晚上爆雷的这个 第一公衡银行 都是这种情况 第二种公司就是 负债率极高 就是接了大笔钱 是吧 接了大把的银行贷款要好 还是其他的贷款也好 然后现在尤其是美国还在加息的情况之下 每加息一次 他都可能会成为压死洛特的最后一根稻草 每加息一次 他所要偿还的利息就会多了很多 不知道哪一次他就被压垮垮了是吧 所以说坚决不能碰这样的公司 如果两个都有啊 进现金率很低 然后负债也有很高 是吧 这种公司是坚决不能碰的 一爆雷呢 肯定就是跟共和银行啊 跟刚才那个瑞信差不多 对吧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料啊 也说你去 假设一个人来讲是吧 一个女生你要去找对象的话 你肯定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现金比较多 资产比较多 负债没有 这是你找对象的这个标准是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找一个 一屁股债 然后现金没有几毛钱的这种人吧 资产也没有多少的人吧 你愿意吗 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 daily这边 daily这边实际上 他最近的走势是 阳阴阳阴的这么一个规则 今天走完了实际上没有突破 前一天的印注一半啊 是没有突破的 按照这种规则呢 明天继续下跌的概念比较高 但是说 他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就是今天这个红柱 发现他变短了 是吧 这是好事 所以说我们光看股价是看不出来的 对吧 以及你光看这个两条线是看不出来的 有时候很多细节啊 都会决定成败 对吧 这个柱不再加长了 说明这个上涨是有利的 或者这个上涨比前面上涨要大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哎60分钟 60分钟实际上已经已经走平很长时间了 已经顿化很长时间 已经背离很长时间了 是吧 然后现在两条线开始有点发散 而且这个轻柱有所变长 是吧 这是好事 ZipperMax因为前面跌太多了 是吧 所以说 哎 出现这么一调整 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反弹 也很正常 到今天位置 周线已经变成十字了 是吧 希望本周做完之后能够回到这个线上边 甚至还能收个阳线 是最好的 对不对 同 那这个 真轨是多少呢 是0.87 现在0.86 今天最高 0.875 下来的 是吧 说明这个地方是有阻力的 没错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日线 日线实际上 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 比前边 你看这是个十字 这是个小阳 这是个中阳 是吧 前边的阳线都没有突破阴线一半 看到吗 今天突破一半了 还接近到前边阴线的开盘价了 这种是比较好的 下面的MTS指标 线呢还是空头排列 但这个柱也变短了 是吧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种 征兆 60分钟呢 就比其其他的 就稍微强一点 是吧 从这边来看 你发现金叉之后 这个轻入走的是比较强 比较强势的 当然最后呢 又跌下来是吧 跌到中轨线 所以明天第一个小时 最好收过阳线 对吧 前面有突破过中轨 但是 中轨都是往下走的啊 或者这个通道都往下走的 目前一看到这个 实际上轨道有一点走平向上 对吧 比如说接下来 如果下跌也不创新地 就是好事 对吧 并且这边也出现了三升 对吧 出现三升之后很好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753 753周线呢 目前也是变成十字了 说明下降动能 大幅的减少 大幅的减少 是吧 还是在中轨线以上的 所以还是表现不错的 然后我们从近期走势来看 实际上它现在沦为了横摆 阳线阴线阳线 按照这种规则 明天又应该收一个阴线 是吧 实际上如果说 三升三十之后啊 股价两天之内没有创 没有突破这个中轨一半的话 没有突破这个阴柱一半 一块三毛一的话 多数会往下 而且创新低的概率比较高 但是已经第三天了 没有创新低 代表这个空方力量减小 多方力量开始有一点 可以撑住了 但是不代表它就浅了是吧 也可能就就就 在这横了很长时间 上不去又下来了 对吧 从MAC这个红柱来看 今天也是变短了 也是比较好的现象 但是这个上涨的 依然是非常弱的 从60分钟图来看 实际上也是有 积极信号是吧 已经开始有一点 走多头排列 下面的轻柱呢 也在一根比一根长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5168相对来说 是最弱的是吧 但目前为止 它还是一个阴柱 对吗 还是在中轨线以上的 当然目前是 拜三是吧 拜四拜五之后 还有可能会 也有可能会 怎么样的 变成一个阳线 今天到现在为止 是一个十字 是吧 前面也收过十字 是个阳十字 不过今天是个阴十字 从下面的情况来看 发现就比前边 三大天王要弱 红柱还在加长 是吧 MAC线也还是空头排列 这个是不太乐观的 然后我们再看60分钟 60分钟实际上 刚刚有一点像前边的样子 是吧 有一点走平了 但是目前还是偏弱的状态 比起其他三大天王来讲 还是偏弱的 好 我们再来看小型的 像0163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0163今天也起了 起的比较弱 是吧 weekly的话实际上还是个阴线 7803 这个呢还是下跌的 还是非常弱的 下边的MAC指标显示呢 红柱也还在加长 2127呢也是不温不火 实际上也是偏弱的状态 从weekly差来看呢 实际上还是下降趋势 7191就今天有一点止跌的意思 是吧 前边有跟大家讲 他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要 结束的位置 24689 你看到吧 实际上919是吧 919之后 这个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呀 对吧 包括现在像油漆板块呀 像那个指数啊 是吧 都可能在919这儿进行止跌 所以我们有一套战法 叫三升三式919战法 到底919之后 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去买入抄底 919 它相对应的是九阳 又是什么意思 对吧 怎么去看这个919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想要学这一套 三升三式919战法的 就扫码回复一下919 我会给你发这个视频 好吧 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今天它也突破一半了 下边的红柱也缩短了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好料啊 可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专题课 今天晚上会是讲到这个精密机构高量背后的操盘真相 高量一买 高量一买为什么有时候跌 有时候涨 而且大多数的时间是一买就跌呢 因为你没有识别是机构高量还是散户高量 只有机构高量才可能起 机构在拉升的时候有高量 出货的时候有高量 建仓洗盘的时候都可能有高量 怎么去识别机构拉升的高量 一买就赚呢 今天晚上的八点我们不见不散 想要报名的同学呢 扫码回复你的性命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内容就是这么多 如果都听到这儿了 觉得很好的话 或者觉得有收获 还不是我们的频道的subscriber 一定要别忘了订阅频道 点赞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